大家好 我是E記 伊維達 今天生日 這樣就拆禮物 這個就不是別人送給我的禮物 這個就是我一早訂了的 Venus 2 終於到了 在我生日之前 我就當它是自己送給自己的禮物 其實都忍了幾天沒有開的 打算和你們一起開 一如以往是一個很漂亮的盒子 可以反轉用的盒子 我已經保留了一個 所以這個我就會不要的了 我訂了這麼多東西 我以為我只訂了Venus 2 和兩支唇膏那麼少 原來我不是訂了那麼少東西 的確是有支唇膏的 包裝真的太漂亮了 我訂了那支什麼顏色呢 Poison Berry 是一個紫色來的 一個 不是Matte的 應該是有些亮的紫色來的 看看一會兒試不試給你們看 然後呢 這四支是什麼來的呢 這四支就是他們的Liquid Eyeliner 那他們的Liquid Eyeliner 因為那些顏色就不算很多 只有幾隻 但是全部都挺特別的 那它那次就減的 不知道減到 大約五元美金一支 不過很細支的 五元幾元美金一支 我就一買 就買了四支顏色了 白色 我是買了白色的唇膏 做妝膏 但是 多一支不多 這裏粉藍色呢 我看他們的人負責 都很漂亮的 所以我也想試一下 銀色 看看我今天會用哪支 這樣呢 先釘開這盒子 現在就來到重頭戲了 FINIS II 終於來了 它有膠盒的 然後就是這個 超級硬的紙盒 打開的紙盒應該跟上一個一樣 有鏡子 對 還有有八隻色 上次那盒 FINIS 是全部紅色系列的 那這個呢 就多一些其他的東西 有綠色 有藍色 有黃色 但是 感覺上呢 都是warm tone的 除了藍色之外 我今天呢 就穿了這件 粉紅色的衣服 我打算 我收到這個的時候 就看看我想化什麼妝的 現在儘管看看我想化什麼 不如先看看顏色 我都想看看它塗出來是什麼顏色 因為看和塗出來是兩回事 嘩,好厲害 這個呢 看上去是綠色 但是塗出來呢 是 是一個 啡底 反 綠光的顏色 來的 好,不行了 要Swatch一下 這樣 如果是 反差這麼大的話 那粉藍色呢 就應該是粉藍色來的 然後 這個 綠色 買palette 最大的安慰呢 就是 顏色和你家的顏色是沒有重複的 都是有些銀底 塗出來 有點像灰綠的顏色 不難用 看這裡就好像很難用 但是塗出來不難用 又是藍黃色 繼續 這個 我拿了很多 啊,好漂亮啊 銀底的顏色是有少少難用的 尤其是它那個啡底 然後 烏鷹綠的反光 其實這些 橙色 黎黃色 那些應該是我用得多一點的顏色 這些是暖色 是 有一個很 乳巧巧的啡色 最後啦 這個呢 看上去可能你看看是黑色 它是有兩隻閃粉的 它是有粉紅色和粉藍色的閃粉 在黑色裡面的 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得到 今次的顏色系列呢 就比較多品種 如果你是大膽人士呢 都建議你買finess 2 拍開palette的影片呢 就真的不如找日拍一個關於palette的影片 救下大家應該怎樣選擇palette 有什麼顏色呢 拿最淺的顏色 開始化妝了 今天穿這樣的衣服 就不可能用綠色的了 其實今天選這套衣服 是沒有考慮過finess 2的 然後用 戒辣的顏色 如果考慮finess 2的顏色 可能我會穿得比較grunch 好像上一條片一樣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生日很想穿粉色 對 但幸好我的頭呢 最近就橙橙的 所以呢 都搭到完全搭到這一盒顏色的 對呀 就是穩日呢 不如就說一下所有palette 因為我儲存一下呢 都儲存了很多 最近呢 Urban Decay 又給多了兩盒 在這裡預告定一點點 其中一盒呢 就是他們最激動顏色的 Electric Palette 另外一盒呢 就是 他們之前呢 要上年cover網才有得買的 他們counter也沒得買的 那我遲些呢 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了 我現在呢 就用他們的 紅的那個顏色呢 就化我的眼尾 然後呢 橙色呢 就化下眼線 眼頭呢 剛才呢 就是用了 閃閃的顏色的 現在呢 我看到所有條狀的東西都要畫的 現在呢 就用Urban Decay的雙頭眼史筆 畫一條啡色的眼線 Vinus 2呢 因為近啡色多些 或者是泥黃色的那些呢 所以用啡色的眼線都ok 但是Vinus 就是之前紅色那一盒呢 就用黑色眼線的樣子會比較sexy 還有 神秘一點 我現在說話呢 完全是蒙了鼻 不好意思 因為鼻塞的關係 哈哈哈 好了 但是呢 最近呢 無論用什麼顏色的眼線都好呢 我都會用一個 黑色的gel liner 去化一化 睫毛與睫毛之間的位置 令到睫毛看上去是多些東西的 因為有隻貓在大腿那裏 所以呢 剛才畫了少少都走不到去拿 棉花棒了 真是麻煩了 啊 KIM 養貓的朋友應該會知道這件事的 就是有時候呢 牠們一跳跳上你的大腿那裏 接著你的世界呢 就癱瘓了了 即是你什麼都不想做的 你又不想推開牠 即是很不忍心的嘛 接著就會停下你手樓上在做事 那我朋友說 其實也是好的 那等你休息一下嘛 可能這個呢 就是上天帶給我們的禮物 等我們不停做事的時候呢 他一跳上來就 嗯 STOP 你要享受一下自己和自己的時間 你看看牠的樣子 哈哈哈 我剛才一直 因為我 很勤力地塗下眼睫毛 所以我是完全沒有留意到牠在做什麼的 好笑啊牠在看著 今天這個妝呢很簡單 其實呢就是 上眼蓋分了兩格式 然後下眼線就是一格式 但是呢 我的 眼影的形狀呢 是跟平時有一點點不同的 它是 上面是平一點 然後後面是斜上去 平時呢我畫得比較圓 而且 那邊的 那這次呢 那邊是沒有斜上去的 好啦 怎樣都要試一下 這個眼線筆 那我就試一下用它任意地在面上畫些東西 會不會都可以呢 又或者是用來畫一些彩色的雀斑 對啦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有膽量地這樣做啦 但是呢 我來不來都會畫些東西在臉上的 這個筆頭呢極之幼啊 很容易畫 如果你想畫一條幼幼的眼線 又或者是想畫少少幾點 都是很容易處理的 然後呢就是這隻有銀底的 Poisonberry紫色唇膏啦 它的唇膏呢 因為一向的質地都是很好的 都是屬於creamy那一隻的 但是又不黏嘴 雅色的唇膏呢 我已經有很多了 那這個有銀底的 我覺得挺新鮮 那所以大家也可以試一下啦 真的不是經常都想要同一個樣子的嘛 因為 所以那些唇膏就越買越多 每樣都要有的嘛 對不對 我呢 昨天收到這個很喜歡的生日禮物 就是銀釘給我的 不知道你們之前有沒有看過我一條去Doll exhibition的影片呢 在展示範圈裡面呢 其中一部牆呢 就擺滿了那些公仔的相片的 那我就得到其中一張啦 很開心啊 多謝你啊Ning 超喜歡那些公仔啊 真的 真的 真的喜歡你 有沒有看到你的貓貓狗狗呢 忍不住不斷疼她 不知道她有沒有覺得很煩 但是她好像有點享受 你看她 好啦 那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這樣 那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妝吧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要 即直揮毫 拆了就 即用 沒有什麼計劃的 那 下次呢 如果有機會再用這個 palette 其實呢 畫比較綠色一點的 那些給你看啦 因為正正正在呢 她的那些綠色呢 即是你看她的那些古古怪怪的那些 又不是Urban Decay palette裡面有的顏色來的喔 所以呢 全部都應該買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記得玩那個送大禮遊戲喔 就是我上一條片 再上一條片 陪我吃飯那條片 海南雞飯 只要在YouTube影片下面留言 就不是Facebook和Instagram 對啦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今天其中一餐 一餐可以啦 不用三餐 吃過些什麼 那就有機會得到我和我店裡 送出的禮物啦 我又不敢說大禮 什麼都有些這樣的禮物啦 那已經送出了一包的啦 如果你想看一下 那些禮物大約裡面會有些什麼呢 就可以找回我的Instagram 但是我會送四次禮物的 四次呢 裡面的東西都會有些肉動的 那所以就 踴躍參加啦 我也很希望送東西給大家的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啦